日本駐台的副代表相關的言論 那我們有注集到相關的言論 但是因為這是屬於個人的相關的評論 所以我這邊沒有進一步的評論 但是我想針對日本 日本政府對於台灣參與UNFCCC 這樣子的一個立場的表達 我們有看到日本的內閣的官方長官加騰盛信 他是在9月24號的例行的記者會上 他有重申歡迎台灣加入UNFCCC的事情 那他特別有提到台灣跟日本是共享自由民主人權 還有法治這樣的一個核心的價值 而且台灣跟日本享有緊密的一個經貿的關係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夥伴 所以日方他們歡迎台灣提出申請加入UNFCCC CPTPP就是跨太平洋的一個夥伴全面進步這個協定 那這個官方長官他特別有提到 肯定我國蔡總統所提到的 已經準備好接受CPTPP所有的相關的規範 同時我們也看到官方長官 他9月24號的時候有指出 說日本他會以戰略的觀點 還有這個國民的理解為基礎來做出對應 所以對於日本政府他再度的公開來歡迎台灣正式申請加入CPTPP 我國政府我們表達誠摯的感謝 我們知道CPTPP就是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 它是一個高標準而且高品質而且具有區域性的一個這個經貿整合的一個機制 台灣我們是全球前25大的這個經濟體 我們也是全球供應鏈所不可或缺的一個關鍵的這個重要的成員 那我國在不論是經貿面社會面法治面我們都已經做好了準備 所以我國政府呢我們會在持續跟這個CPTPP的有11個會員國來進行積極的交涉 來全力推動參與這個重要的區域的一個經貿整合的機制 來共同促進印太地區的一個和平穩定跟繁衡 對比規則引起的